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 1月28日 已經是星期日了 最近這幾個月 這個中港股市就持續下跌 尤其是10月之後 大家有沒有發覺 那個跌幅 好像擴大了 我們曾經跟大家作出一個 預測 這個預測 似乎應驗 當時我們認為 控制華爾街的猶太人 最終是會向中共報復的 原因是甚麼呢 原因就是中共 基本上就是在背後支持哈馬斯 除了在哈馬斯的基地隧道裏面 找到大量中國的物資 武器 還有在地道 發現整條工程隧道都是由中國的工程隊換建的 基本上哈馬斯最大的後台就是中共 而以色列跟中共的 關係一向都很好的 為什麼中共 要這樣出賣以色列呢 基本上 以色列是以前唯一可以拒絕美國壓力 在半導體領域 跟中共繼續合作的國家 曾經也有人批評以色列 你怎麼可以把這些 關鍵的技術 轉給中共 你是一定會後悔的 結果一語成慘 以色列現在後悔了 其實 很多人會說起 1998年 亞洲金融風暴 當時追擊香港 當時 大陸 完全是沒有能力去干預 也沒有錢 中國 當時是 沒有甚麼外匯的 我們看到 那些 很多海外的華民媒體 完全不了解香港的情況 他們還被中共洗腦 包括郭文貴 郭文貴也說了98年中共就有錢出來救香港 現在沒有 實際上 98年中共也沒有錢救 當時香港外匯基金裏面 拿了1700億出來買港股 所以最後成立了盈富基金 這個是我親身經歷 當時我在股票市場裏面 看著的 每一隻大藍醜 當時說的是 最大的那隻大藍醜 全部的買盤和沽盤 都是四條九 99.999 million 即是 一億股 每個買盤 每個賣盤都是一億股 而每個牌 數到下面的牌 即是匯豐 現在當是100元 100元05號 100元 99.5 89.5 每個牌 都是一億股 你想想 匯豐當時一百元來計算 一億股的錢是一百億 一個牌 多少錢 就是幾百億 就是和你打仗 當時 戰鬥了一天 那些外資 即是那幾個傻羅斯已經頂不住了 然後港府 還在其子市場大量的 炸其子 將其子炒到高水500點 所以 在海外有的市場 那些簡體中文圈 那些 自媒體 全部都不了解 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事實 被中共洗腦 說當時 金融風暴中共把3,000出來救市 實際上是沒有的 所以 當時香港是單打獨鬥 由於香港的底侯 所以 最終打贏了外資 當時其實也是幸運 原因是甚麼呢 當時打香港的這班 實際上是不是純粹是猶太人呢 也未必是 而是一班 有錢就去的人 以索羅斯為主而已 不是整個猶太人 去集體 追擊香港 當時他們最主要的 除了香港 富裕環礦之外 其實有兩個大市場使得他們輸大錢 最重要就是俄羅斯 因為索羅斯和老虎基金 在俄羅斯的債券那裏輸了大錢 結果 他們在 日園 也被人夾空倉 日園由最低的147 炒到111 一日 由147升到111 大部分人都輸了身家 炒到外匯 每個都被人斬首 所以索羅斯 這班 沽空港元的大鱷 就在俄羅斯的債券 以及 日園 因為輸了很多 迫着他去香港 根本就不夠打 迫着退兵 因為 三線作戰他受不了 所以香港政府 贏了 是幸運的 因為撞正俄羅斯 的金融爆煲 猶太人跟俄羅斯的關係也很好 原因是什麼 因為有超過100萬個俄裔人口 最後 戰後就去了以色列 所以裏面 有超過100萬人的猶太人 是講俄語的 他們對俄羅斯有感情 所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以色列 最初都是 兩邊擺 根本就不敢支持烏克蘭 只能夠默許俄羅斯繼續撞惡 也可能有人說 報應論 你一方面跟 侵略人的國家友好 另一方面 你跟中共眉來眼去 你是不是應有此報呢 我覺得也不敢這麼說 因為 以色列 當時 其實他可能真的 報錯恩 我跟大家做過一支節目 就是講以色列 為甚麼他們要報恩呢 就是他們當時有個中華民國的外交官 他在駐維也納的時候 發出了大量的簽證 救了一萬多兩萬個 以色列的猶太人 就是猶太人 救了他們 令他們可以發簽證去中國 才令這群人逃過一劫 他們就把外交官當成中國人 所以對中國 很有好 以色列 實際上是報錯恩 中華民國 他們的恩人 就是被中共消滅 趕去台灣 所以 猶太人是報錯恩的 如果你嚴格這麼說 不算維利是圖 不算那些利益 其他東西也不算 如果純粹說報恩 他們就報錯了人 中共 不單止是恩將仇報 他們 支持哈馬斯 對以色列發動恐襲 這件事已經令到以色列上上下下的人很憤怒 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以色列的大使 甚至乎他們在大陸的微博公眾號 已經 已經擺明 跟中共是 過不去的 在差不多兩個星期前 這個駐華的 微博的帳戶就出了一條短片 說中國的公安 毆打了一些 穆斯林 那個是一個 維吾爾人 當然大陸也即時反擊 說這是台灣人 台灣人當然是不肯 即時 用一些數碼技術 收否一條片 放大了100倍 看到那個牌 是惡 即是湖北省公安的一個車牌 很明顯 沒有得抵賴 你難道台灣有湖北的公安嗎 是不是 好了 所以我們這次看 這個股市 我跟大家分析了 一直以來其實沒有理由跌得那麼少 就是外資 華爾街裏面很多外資 持續了中港股票 他們持續了中港股票的銀碼 實際太大了 根本 沒有可能說斷就斷 但是為什麼 10月之後加速了下跌呢 原因就是 就是我認為 這群猶太的大亨 開始動手 他們在美國也做了事 例如 撤回捐給哈佛大學 董事會的資金 也成功撤換了他們的校長 因為他們 基本上是一個反右的黑人 好了 撤資大陸也使得中共 很頭痛 因為 華爾街 大家都知道 真的幾乎有一個猶太人 他們全都掌管了 是不是 所以 我們看到整個華爾街 他們是有系統的 首先 唱好中國 但是 一方面唱好 一方面就沽課 現在也還有的 那麼當然 到了差不多的時候 他們就找 這些信貸評級機構 調低 中國 香港 以及大量中國公司的信貸評級 當然是主權評級也調低了 這個我覺得是整套組合權利 因為他們的資本實在太大了 他們沒有可能一下子 抽身出來 只能夠 慢慢慢慢移步 一步一步移過來 踏入今年 整個股市加速下跌 港股 幾乎在頭的十一 十二日裏面 一日是上升 跌了十一日 然後大陸 宣佈舊市 當然 外資一看到有強力的反彈 或者有強力的干預 其實主要是說強力的干預 他們就順勢收手 然後反手推上去 其實推上去的好處 就是他們可以在高位再沽過 因為低位 不斷沽下去 他們覺得他們也會吃虧 現在幸好 有人有中國的基金進來好了 我們就順勢推上去 讓你以為 市穩定了 我們就再沽過 好了 現在基本上我覺得 這些金主 一定是會 繼續沽的 但是有些猶太人也有對家的 阿拉伯金主嘛 那麼中共 會不會利用阿拉伯金主去平衡呢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阿拉伯人是很聰明的 去年沙特阿拉伯國王 訪問大陸 應該說習近平去訪問沙特阿拉伯才對 然後他不知道有沒有回訪 我只記得 當時他們 就在中國的金市大量掃了實金 就用中國給他的人民幣 大量人民幣 掃了很多實金 然後 即時就把這些金 運到國際市場那裏賣 你想一下 是不是使得中共 等於你給了人民幣 人家拿去即時換了美金 這個是令到中共很頭痛 當時令到黃金一度抽上去很高位 然後也有個急升急跌的情況 我們看到 實際上阿拉伯人也很聰明 他知道人民幣是靠不住的 最終 整個金融 就是由 美國 去玩了 而美國就是一群猶太人 你如果要參與的遊戲 你其實不能跟我們作對 因為他們掌握了主導 他們的主導 除了 有金融之外 還有媒體 當然啦 媒體也有部分是很左傾的 甚至乎大學裏面 猶太的金主也很有話語權 當然你看到 他們裏面被人滲透了 很多左膠 所以 他們就要撤換董事局 撤換校長 慢慢來 肯定會大換牌 大洗牌 從今次來看 我覺得他們 我們當時的估計是沒有錯的 預測也沒有錯 現在的中港股市 接下來是會加速下跌 今年的跌的風度 我覺得會比2023年更加大 大家可以量度一下2023年跌的風度 今年我估計一定大於去年 所以 今次這場金融戰 我覺得是揭開了序幕 而且 他們 以會 追擊中港股市為主 當然 追擊完中港股市 你的資金收了出來 要去哪裏呢 台灣會是受惠 上次報錯人 現在沒有報錯了 錢 第一 會去到台灣 第二 會去日本 最終 也有機會回到美國 但是日本和台灣的股市 應該是最受惠的 所以你看到今年一開始 日本有33000點 急升3000點 這就是資金 大幅轉移的力量 當然他們買東西是算平均的 他們33000點買 數到36000多 然後跌下來 他們其實是平均成本法 一路一路數上去 從低數上去 從高數上去 從高數上去 一樣 都是那種 買入的趨勢 所以今年日股 台灣股市仍然會繼續看好 而中國和香港會繼續看探 這次時間 我們先分析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也可以支持我們的VPN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rk 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 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 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 VPN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 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 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很快 速度也很快 第二 Shark VPN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 VPN都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 VPN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 VPN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 VPN承諾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 VPN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譬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的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